有一种害虫 它在家中神出鬼没 蟑螂超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让人束手无策 健康之路 特别邀请蟑螂特新 亲临现场 教您铲除家中蟑螂 敬请关注 在咱们很多家庭当中啊 有一种小生物 这生物啊 可谓是赶不进杀不绝 生命力特别特别顽强 您就别说是普通的家庭 我跟您说 就连核辐射那么大的威力 都很难将它杀死 而且这小东西在咱们家里 就神出鬼没 时不长的就溜达一趟 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吗 啊 是什么 好厉害 对 这个学名蟑螂 俗称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吗 小强 小强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大家这么讨厌的这个小强 咱们怎么能把它赶尽杀绝了 今天呢 我为大家请到的是 我们国家著名的病媒专家 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曾小鹏博士 欢迎曾博士 你好 曾小鹏博士 来 请坐 好 曾博士刚才您看了我们这一问 这话音还未落呢 大家就一口同声说出了蟑螂 可欠大家对这个东西深恶痛绝了 一个是深恶痛绝呢 一个也说明大家对它太熟悉了 那么我今天呢 也把各种主要的害虫 大家可能比较业务的害虫呢 给大家带上来 看着起码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可能要讲的主角就是蟑螂 大家知道吗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曾小鹏博士 江湖当中人颂绰号是什么呢 叫蟑螂博士 为什么您有这个称呼呢 我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跟蟑螂打交道 所以我的有项主要的工作就是走这串下 我几乎跑遍了北京各个街道班 所以北京很多大妈大爷都认识我 但是我介绍您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名头叫病煤专家 这个是什么名字 有一类害虫 它是一个传播疾病的 比如说蚊子啊 苍蝇啊 包括老鼠 但实际上是在我们人跟病之间的搭了一个桥 我们把这一类的害虫呢 是叫做为这种病的一个媒介 这一类害虫呢 我们把它统称为病煤生物 那么我干的工作呢 就是从事这种病煤生物的研究和防止工作 那今天可得好好的请您跟我们说一说 怎么能够把这个 我们家里不太喜欢养的这个小丑物 给它赶尽杀绝了 但首先我得想问问大家 咱们家里边大家觉得这蟑螂难杀吗 难杀吗 难杀 不是一般的难杀 不是一般的难 这难度级别基本能到九级十级了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说赶尽杀绝 我觉得这可能吗 今天咱们就看看在这个蟑螂博士的手下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蟑螂给赶尽杀绝了 那首先咱们得了解一下蟑螂的习性 咱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蟑螂他最爱吃什么呀 咱们把蟑螂最爱吃的都藏起来 是油 纸张 还是米饭 来先向一百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他爱吃东西咱得赶紧留门收起来 对不对 小丁你觉得他爱吃什么东西 我想那这蟑螂有不爱吃的吗 我觉得蟑螂爱吃 人能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他都爱吃 什么油啊米饭啊肯定他都爱爬一遍 也不咸辣也不咸咸也不咸酸 还不出口是吧 对 我同意小丁的那说法 反正纸张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对吧 因为纸你说按理说咱们人正常人都不吃纸 我们看看大家的意见啊 大家的选择是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蟑螂爱吃油 哪个观众选择的是这个答案 举手示意我一下 64号的观众说说您的意见 谈那个油的东西 不是说光油就是什么菜了什么里头 有油的东西他都爱吃 来67号的观众说说啊 蟑螂他也吃米米也吃 那个菜就是油腻的菜都吃 那好咱们来看看啊 我们专家告诉您蟑螂其实最爱吃的是 就是油 这蟑螂为什么最喜欢吃油 我是为了香吗 蟑螂呢 其实他的事情因为这里想的是最爱吃什么 蟑螂最爱吃的香甜的食物 又香又甜带油的 民间呢对蟑螂还有个称呼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油婆子 油婆子 油婆子 他老在那个厨房的炉灶里面 舔食那些油 所以民间对蟑螂还有个别称 叫油婆子 所以蟑螂呢对油 对香的 对甜的 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糕点这一类 包括我们做面包的 面点房 这里面是最容易自身蟑螂的 可是小达人都说了 蟑螂根本不挑 什么生的熟的 好吃的不好吃的 辣的咸的 他都吃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油以外 刚才那两个答案 其实严格的说蟑螂都吃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纸也吃吗 纸也吃 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去 归纳一下 或者看一看蟑螂的食谱 蟑螂有食谱 你看看他的食谱 你几乎想象不到 几乎所有你想象 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他都能吃 好的不好的 比如说纸张 衣服他也咬 比如说那个茶叶渣 他也吃 你那个浇水 浇水他也吃 我觉得还有有意识的 就是张郎的 他还喝酒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还喝酒 红酒白酒啤酒 都不聚 我自己经历过一次 就是有一次 我们到一个宾馆 去检查 专门查他那个酒窖 割红酒的 红酒是横着摆 一排一排摆的 那个酒窖里面 贵 把那个红酒 横着红酒拿出来以后 一看里面全是伤了 那么事实上 其实别的地方也有报道 大家知道像美洲大连 在那个很多的酒厂 发酵的地方 大量的吃生争了 所以就是说 这样一些香油 蛋糕 这样一些大家想象的 这些东西 他都能吃 当然科学家也非常感兴趣 说他吃麻麻香 他的胃是什么胃 就是在我们人看来 一些完全是废物 没有用的东西 他为什么能够消化 所以有些科学家在研究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研究结果 就发现蟑螂的消化道里面 它胃里面 有一类叫共生菌的东西 它可以帮助蟑螂呢 把一些我们认为的废物 比如说胺这一类的废气物 没有用的东西 转化成对它有营养的 胺基酸和维生素 这样来提高他的这种生存的能力 生存能力非常强 小强的之一就是这个 我想问问 那这蟑螂是不是自己就不会得病啊 蟑螂几乎就 蟑螂生病感冒发生 所以蟑螂 大家知道蟑螂在很脏的里面爬 它自己有一个很强的免疫能力 就是说可能这些病呢 可能会感染上人啊 感染上别的动物 但是它自己呢 有一套很强的这种防疫系统 它不会保证呢 它不会受这些病菌的清朗 那咱们来看看 除了蟑螂喜欢吃什么东西之外 那另外蟑螂特别喜欢待在哪里呢 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这个蟑螂最喜欢住在家中的哪里呢 是垃圾桶里 橱柜的缝隙里 还是卫生间里 来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肯定不在卫生间里 你买吗 错 我跟你说 我在我们家卫生间就发现好多的蟑螂 然后我还专门没办法 我买了各种各样的那种 就是药啊 还有什么那种小盒子 它什么爬回去就能死的那种 都没有用 而且就在卫生间里 绝对有 我们家卫生间还真没有 你家在哪啊 那个蟑螂 橱柜啊 因为橱柜在厨房里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垃圾桶的事吧 需要看它放在那 如果这垃圾桶放在厨房里也跑不了 好 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你看接近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 都集中在了橱柜的缝隙里了 那到底这个小蟑螂啊 喜欢住在哪里 咱们应该格外在这个地方集中来消杀呢 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 既是有一种害虫 它在家中神出鬼没 蟑螂超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让人束手无策 健康之路 特别邀请 蟑螂可心 七零现场 教您铲除 家中蟑螂 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蟑螂啊 到处都乱窜 这也有 那也有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地方 是特别喜欢的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橱柜的 缝隙的里 这就是有香味吗 那个 这个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蟑螂到底喜欢待在哪 其实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 大家就能记住了 蟑螂就是缝隙生存 缝隙生存 为什么喜欢在家中里啊 我们人想象的所有的缝隙 都是蟑螂非常好的支撑场所 所以呢 蟑螂只要有 像德国小林这种小蟑螂 只要有1.6毫米 也就一个硬币 大概一个硬币那么大的缝 它就能钻进去 所以蟑螂呢 这是缝隙 是蟑螂一个生存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大家还说呢 那家里边有缝的地儿 特别多对吗 那咱们来看看 在这个我们的家庭生活环境当中 这小蟑螂还喜欢往哪跑 我们让何博士来和您说一说 有请何家 好的 小G 那么有一些化石的证据表明啊 这个蟑螂在地球上 已经存在了上亿年的历史了 它比这个恐龙的历史还要悠久一些 它是这个地球上 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昆虫之一 那么往往在家中呢 它喜欢阴暗 潮湿 而且食物呢 比较丰富的温暖的地方 那么家里什么样的地方 符合它的生存习性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厨房 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找出蟑螂喜欢待的位置 一个是冰箱 还有微波炉 我们把它切上 给到冰箱这里 还有 微波炉 那么像这样的电器啊 它往往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散热片在的啊 特别是蟑螂在过冬的时候 因为有散热片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温度相对要高一些 蟑螂呢 就特别喜欢在冬天的时候 待在这个冰箱 或者是微波炉 它们的散热片的位置啊 另外呢 还有比较潮湿的地方呢 大家看到 我这里贴了一个饮水机 看到这里啊 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马上检查一下 家里的这个饮水机 因为饮水机啊 不光是有散热片的问题 而且呢 它的这里 在这个水桶和这个机身啊 接触的地方 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些缝隙 这些缝隙又温暖又潮湿 如果经常不清理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杂物啊 还会积存到里面 所以蟑螂也特别喜欢 呆到这些缝缝里面 另外呢 我这里还画了一个插线板 还有一个接线板 这些地方啊 也是蟑螂容易去的 我们把它贴上 这里 这里 这些缝隙 在这些插线板的洞洞里面 蟑螂也是可能存在的 而在这些地方 这些小缝缝 可能对我们人来说 哎呀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缝隙 两三个毫米 其实啊 这里不单是有蟑螂 可能在里面生存 而且它还可以把这些线路 作为它的转移的通道 比如从这个厨房 就到这个客厅了 在客厅休息一会儿 然后在厨房再转一转两圈 然后晚上呢 又回到厨房来睡觉 这都有可能是它积存的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也要注意的防范 那么另外啊 刚才我们题目当中提到的 这个橱柜的抽屉 那当然它是更喜欢去了 这些地方啊 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呀 或者是一些米面的粉末 碎屑呀 可能会掉到里面 它会变成这个蟑螂 非常非常喜欢去的 可以说它是在这里 就是自助餐 每餐一顿 那么这里呢光线又阴暗 然后呢距离这个灶台比较近呢 又很温暖 然后也没有人去打搅它 在角落里面食物又很多 我们知道了这个蟑螂爱去哪些地方 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杀灭它 怎么杀灭呢 接着看我们的节目 下期 好 谢谢何佳博士 你看吃完之后咱们就知道 下回啊 这个剩菜剩饭的最好是赶紧倒掉 拉底也应该及时的清理 让我们这个厨房的环境 尤其是家庭环境啊 最起码得干净一点 要不然就真的变成了这个蟑螂的聚集地了 就蟑螂别在 咱自己家里经常开party是吧 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你说我们家吧 还真为了防蟑螂 打扫得挺干净的 可是问题是这个蟑螂就 赶不进杀不进 也有 就家里干净也有嘛 谁家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这不是七号观众 那说说您家的情况 我们整理的再干净也没用 都反正就是有它防止的特别快 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很疑惑 一般说到害虫 肯定是跟蟑螂叉联系在一起 比如蚊子苍蝇肯定是很脏 才有这些害虫 那么为什么我们家很干净 也会有蟑螂呢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呢 首先呢 蟑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叫富贵虫 富贵虫 你越穷越没吃东西 它越不去 所以大家住屏幕房 原来没吃东西 觉得蟑螂没有啊 包括我们中国也是 原来蟑螂 大家都没受到蟑螂的危害 后来怎么蟑螂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我们居住条件和食物的丰富 实际上也为它创造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蟑螂呢 是一个富贵虫 所以严格说 它跟你家里打扫得干净不干净 关系还真不大 对对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一点 是什么 我们家过去从来没有蟑螂 好像就突然一夜之间 冒出了好多蟑螂 可奇怪 它哪来的 我刚才讲了 各种缝隙是蟑螂 非常适合的地方 所以各种管道的缝 大家各个家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 说各种电线的管道 各种水管啊 软气的管啊 是什么 是蟑螂的高速公路 很形象说的高速公路 它通过这个高速 可以适中巴达 到处可以串 所以就是蟑螂的这种 扩散能力非常强的 就往往造成 一家有蟑螂 周围几家 全跟它分享 最后一个单元 一个楼 大家全有蟑螂 那一个小区都有可能有啊 是吗 对啊 那你看说了 这个蟑螂的习性 喜欢吃香甜的 喜欢待在这个厨房 各种温暖潮湿的角落 接下来可就说到 关键的事儿了啊 大家一定得受气儿的听了 这蟑螂到底用什么方 能给它赶尽杀绝 周庸你们家用过什么方法 那我就用了多了啊 主要说像那什么 过去的时候有那个粉笔 专门灭张的粉笔 摊上买的 一两块钱一只 画的那个柜子里头全是 然后还有就是 听人家说 喷那个什么 把那花椒泡水 刺激它 辣椒 什么方法我都试了 没招 你该用什么方法 张囊贴 我觉得那个还行 经常上面还能沾上几只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嫌那个 他跑车那种直接拿着那个喷雾 直接在后边喷 对那我也干过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大家在家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方法 这边的观众用过什么方法 来我们听见这个17号观众啊 跑得天真快 这个长脑 而且有时候也挺别装死 还会装死 还会装死 你怎么装 你跟我说 我就是打开了他 我就是打开的时候吧 他就装的是不动的 哎等我 哎我说怎么怎么跑 就不动了呢 我就把绝对铁 一铁拿着一铁 哎他又跑了 就这样的话 天真快真的 好叫唤呀 19号的阿姨说 您在家用过什么方法 杀张狼 我们家用的挺多 而且那个也不行 或者最后用一个滴滴味 你说这招是最管用的 能管一年 那么长时间呢 能管一年 那问题是人在住进去 那这不是有污染啊 那多吓人啊 你这样人家不在屋里头 隔个两天别得这样 那就感觉您还得给 蟑螂躺一地儿 把那屋子都给张黄了 哎完了再把窗子 只有滴滴 我也能管时间长点 剩别的都不行 什么招都用过了 现在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你经常用完之后啊 过来他还有 而且他对你再次使用 这个同意方法 无效了 他有也 这个比赛 他比赛的非常强 没有他长直升 你说这怎么办 你有什么高招啊 先说一下 有些方法不可取 刚才一个阿姨说 用滴滴味 别用滴滴味了 滴滴味呢 对人的毒性很高 所以特别在室内用滴滴味 对人的危害非常大 非常不安全 所以呢 有蟑螂我们有别的办法 不要用滴滴味 第二个呢 大家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用药以后 很快不管用了 包括说原来 大家知道有粉笔 原来我们最早 十多年前的时候 二十年前做粉笔的时候 粉笔那是叫什么 灭脏神笔 为什么叫它灭脏神笔呢 我用粉笔浸泡了灭脏药以后 我只要画一个紧致 我们做实验观察 画一个紧致 然后蟑螂 那个大个蟑螂 走过去 爬进去以后 它接触过两次药 很快就翻个了 到现在 现在这个粉笔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 它天天在那爬 在那待着也死不了 这怎么着太有抗药性了 抗药性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为什么叫小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抗药性增长非常快 包括喷的药 喷的药也是这样 它适应能力好强啊 但您看我一开始 都把您这名头给吹出去了 我说您蟑螂博士 特别厉害 能把蟑螂赶进杀绝 所以我就得看看 您有什么告状了 教教大家 下面我就把 目前常用的几种 灭章的方法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给大家看看 今天我们曾博士 给大家带来了 很多很多灭章神器 但这些灭章神器 难道怎么用呢 你先跟我们说 这都是什么东西 第一种方法 有的叫蟑螂窝 有的也叫粘章纸 它实际上是一种物理的方法 就是一种胶 把蟑螂粘住 那么使用的方法 有两种 一种是给它做成 这种小窝的样子 然后我们用的时候 就把这个纸撕掉 把这个纸撕掉 然后为了增加 它的引用效果 我们可以撕点面包 搁点面包 隔着中间 对 隔着中间 对 隔着中间 就行了 然后用的时候 给它合上 然后你就放在一个 比较隐蔽的地方 比较蟑螂 比较出没的地方 搁在哪 蟑螂就粘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方法 对 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 就是单独一种粘章纸 大家知道有的比如说冰箱下面 或者微波炉下面 我这么太高了 搁不进去 怎么办 有这种专门的这种粘章纸 就直接把这个纸 粘狼贴 粘粘的纸 特黏是吧 对 这上面有什么东西 蟑螂就会爬过来 就是一种粘 它纯物里的 没有任何的 有害的化学的物质成分 就是一种粘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要增加它的 引用效果呢 也可以放点 幼儿面包 这个不算特别新鲜了 这在家餐都用了 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 但是用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注意 就是如果粘到一两只蟑螂 可以给它扔掉 因为它对这个蟑螂的身上 包括它的粘便里面 有一种叫聚集信息素的物质 所以蟑螂是一个 喜欢扎堆的工作 它往往是曾经觉得 如果粘到了一两只以后 粘到几次以后 它可以有更多的蟑螂 所以我们一张粘粘 只粘到最多的 可能大大小小的蟑螂 粘到二三百次多 天哪 所以我想我们粘到了 一两只别着急 粘到一两只别着急 给它扔了 我觉得什么粘一两只之后 赶紧把它换了 就生怕什么呢 别的蟑螂一看 这已经粘住了 赶紧跑吧 其实恰恰相反 它可以引诱更多的蟑螂 来上来 所以别着急 你粘了二三只 三四只以后 你再给它扔了 别着急 这种方法适合什么 比如我们家里 蟑螂密度不高 不多 我也不想用一些化学药物 我就想用一些 这种无毒无害的 纯物理的方法 可以建议大家 用这种方法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还是推荐的 蟑螂的毒瓦 蟑螂毒瓦 我们在家庭里面 主要推荐两种 一种是这种颗粒状的 一袋一袋的 这种颗粒状的 用的时候 大家准备一些瓶盖 我们是矿泉水瓶盖也行 啤酒瓶盖也行 然后大家倒的时候 这一个瓶盖里面 不用倒太多 有的人哗 倒一瓶盖倒满了 不用 倒一点就行了 我们说这种毒瓦 一个最大的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量少 点多面管 就是我可能每个瓶盖里面的量不多 但是我布的点一定要多 比如说一个标准的厨房 一个标准的厨房 我们建议至少布20到30个点 一会儿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些点 所以都放哪儿是吧 点布在哪儿 点布在哪儿 就是这小瓶盖 都得给它放到厨房里 对 脚上 就下面 这个标准的底下 下一个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柜门打开 抽屏 柜门打开 抽屏 主要是柜门打开 柜门打开呢 隔着柜的顶里面那个角 最理asian的角 就是柜里面那个角 因为这样你取东西方便 要不然你搁东西把那个蟑螂 会碰到 对 往里面放 打开柜门打开以后 可以往里面放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像台面上我们经常也会有蟑螂 那么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 你看呢 幼儿 幼儿呢 搁的 比如说这有水池子 蟑螂呢 喜欢在水池周边活动 我们可以呢 放到这个边上 一个角落里 一个小瓦 对 放一个 然后像这边呢 也是蟑螂经常活动的区域 像云水池啊 像这样一些区域里面 蟑螂也比较多 对 这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边上的 这个角落里面 放一个 好 就大概是在蟑螂喜欢活动的 这些位置角落里面 但是呢 我们放的 幼儿 放的幼儿的那个点呢 一定要多 有的人呢 就说我 我能不能把这一包药 就放在一瓶盖 两瓶盖里面 我就往那一放 行不行 事实上呢 蟑螂呢 我们为什么提上 这个蟑螂多 一定要亮少 点多 面广 六个字呢 就是要给它 布下天罗地网 让蟑螂呢 在很就近 能够很方便地 能取食到 因为我们在家庭的 环境里面 可能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 因为它这个 毒瓦呢 主要是个幼儿 所以你一定要方便 它就近来取食 当然同时 我们要把食物呢 尽量地给它收藏好 让它取食不到别的食物 这个东西在哪买呀 我没见过这东西 这个有些 很多商场里面 包括都都有 我们最主要的 推荐大家 在家庭里面使用的 主要是这个胶儿 这目前也是在全世界 我们在各个国家 在家庭里面使用最多的 也是最安全 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这好在哪呢 第一个呢 可以直接点到这个缝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胶状 像牙膏一样的胶状 可以直接处理到这个缝里面 就是这小胶 咱们得点在哪 像饮水机 大家知道饮水机里面 是最容易吃生蟑螂的 像这个说呢 对 我们就在这个缝里面 缝里面 对 点上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后面 包括饮水机 微波炉 冰箱的后面 压出机里面 往往是蟑螂 最喜欢吃生的地方 像这样的机器里面的蟑螂 怎么处理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也不能喷药 所以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在用胶耳 点到它那个机器后面 它晚上蟑螂得出来 出来以后 它取食以后 它就死了 还有一个呢 大家知道 这个抽油烟机 往往是我们跟别人家 经常 这抽油烟机的空空口 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 这个抽油烟机的这个部位呢 可以点一点 点在里头吗 就是这个油网 这个地方 比如我可以点四个点 大家这个点 可以点多一点 一二三四 我四个脚都点了 万一别人家 从抽油烟机 这个空到里面 过来以后呢 我也可以 都可以取食了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柜子里面 柜子里面打开以后 我们四个脚 一二三四 这四个脚 都可以用这个胶耳点上 这个我就 这四个脚都可以点上 这个我就不用这个来演示 还有这个冰箱 冰箱的后边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胶耳 冰箱的后面呢 我们一般呢 也建议用四个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抽屉里面 抽屉和柜子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以后 在抽屉和柜子的四个缝 四个脚的缝里面 把这个胶耳点到缝里面 一定点到缝里面 这样呢我们食物的储床啊 物品的储床也不影响我们 同时呢 蟑螂又喜欢在缝里面待着 这样的 像这样一些部位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的地方 可是曾老师 我觉得这一管不够用吧 你点那么多地儿 我这一会儿就都洗霉了 你看你比如说这一管 怎么着 你点还不得点那么些 刚才主持人点了这么大一点 就全浪费了 非常可惜 就是这个点 到底应该怎么点 这个胶耳怎么用 叫而一个正确的用法呢 我们叫点状处理 这一点多大 这一点呢 一个小米粒那么大就够了 那点要就够吗 就能晒死蟑螂了 就够了 它起湿一点就够了 有这么一点就够了 这么一点 这太少了 以前都应该是点这么些吗 还是像我一样 跟挤牙膏一样 就全浪费了 然后呢 我们叫点状处理 隔一段距离点一点 隔一段距离 千万别连成线 比如说一个不正确的方法 就是我全部给它连成线 对啊 这个病死的会更多吗 对 因为为什么呢 蟑螂最单个的张蟑螂 只要它取湿一点 它的食量并不大 只要取湿一点呢 它就能使它致死了 所以这个胶耳 也很费了 对 骄傲的使用呢 一定是要点状处理 每一点呢 像米粒那么大就够了 然后隔一段距离点一点 但是呢 像厨房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建议大家 点30到40个点 那么如果说 蟑螂比较多的 我可以点50个点 都没问题 还有一个 它的胶耳的一个 很大的优点呢 就是一般的蟑螂药 都怕水 溅到水以后 可能蟑螂药就失效了 但是胶耳不怕水 胶耳呢 就是可以在卫生间啊 包括我们水池下面 比较潮湿的地方 都可以来使用这个胶耳 那么胶耳还有一个 很大的优点呢 就是说 对蟑螂来说呢 它吃中可口 它比较爱吃 比如说比 比如我们做对比实验 就发现 蟑螂呢 如果是同时搁在那 它肯定是胶耳 去吃胶耳 对它来说 湿润可口 所以呢 它比较爱吃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大家呢 主要用胶耳来处理 只要用对了 用好了 绝对没问题 但是提醒一点 用的时候呢 我们别着急 就是用完以后 没见到蟑螂 我是不是给它抹了 不用 我说它要保持两个月 两个月 它的有效性能至少 管三个月到半年 然后呢 我可能没见到蟑螂以后呢 建议大家在三个月的时候 我再补一下 有些地方我再补着点一下 起个保留的作用 起个 万一有些蟑螂的幼虫 再出来了 没死掉的 在它的缝里面 没吃到的 我再给它处理一下 这样就一般来讲 用胶耳来处理 肯定保证 只要处理的方法 正确到位 肯定的 那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咱家倒是现在 用这东西了 然后一次性集中消杀完了 它架不住了 别的家还有啊 它还会跑过来吗 所以我们呢 就提倡了大家的统一行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为了预防 别人家的蟑螂再进来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呢 长期备一些这个胶耳 比如我三个月 或者半年左右 在主要的部位 刚才我说的抽油烟机呢 还有一些管道的缝隙里面 我每天经常的点一点 万一有一两个蟑螂进来以后 取尸以后 它马上就死了 就一个最关键的 千万别到你们家 让它繁殖起来 我想到一点了 赶紧的把家里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插线板 耗套都点上 不是说那插线板的管道 就它的高速公路吗 好 非常感谢 邓博士今天又给我们推荐了 这么多的好方法 但是就刚才前面 我们也听那个博士说了 蟑螂它的繁殖力是非常的强 对吧 好像是听说是 打死一只母蟑螂 就等于是生命了一万只蟑螂 一万只还太少 还少 按照它的繁殖力 来测算的话 说一只母蟑螂 在它一生 能繁殖多少 一千零四十八万只 天啊 这是一个理论数字 从理论数 按繁殖力的一个公式 有个专门的繁殖力的公式 说这德国小人 就我们家里最长天的那种小蟑螂 按它的繁殖力来计算的话 一千零四十八万只 为什么这个小强的生殖力和生活力都这么强 咱们看看下面这个短片您就了解了 这个 这次呢 就是蟑螂 看到大家尾部携带 这个就是一个卵匣 大家看到吧 这个卵匣以后 它开始产卵匣 对 这里面是蟑螂的幼虫 对 然后它成熟以后呢 就从这里面破壳出了 那么小蟑螂呢 大概有四五十只 大蟑螂呢 大概有二十只左右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生活中一定要注意 变成这个卵匣 我现在强烈需要那个 赶紧拿一个皂红 我觉得我第一个人 已经都掉一地了 合着一个社区放一只母蟑螂就够了 是啊 它管制力太强了 曾博士咱能大胆地设想一下吗 比如说咱就给这蟑螂断水断粮 咱就饿它 刚饿它能不能就把它给活生生饿死了 这个是这样 如果没有食物但是有水的情况下 比如说那母蟑螂能活九十天三个月 八月呢 只要有水 没有吃的东西它能活三十天 能活三个月 如果没有水又没有粮食的话 大概能活四十天 四十天也够长一个多月呢 断水断粮 我就熬不过了 熬不过熬不过算了 它还是想点别的 就是用那个肖沙尔 就是能不能给那个母蟑螂发避孕药啊 这个太厉害了 不是避孕药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想办法能给它做 能不能做绝育 它不是病院的问题是绝育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研究啊非常之困难 非常之困难 到现在严格说科学家 全球的科学家也没找到它一个灭章的一个 根据它的一个好办法 不过这可以作为未来的这个科研方向啊 咱们看能不能说一是给这个蟑螂吃病院药 再也可不可以给蟑螂做绝育 不过要是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 您推荐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那个 消沙蟑螂的诱饵 毒饵 喷那个小胶 但是有一问题你知道吗 我一般来说拿到那个蟑螂的死尸 我都不敢处理了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做啊 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这个蟑螂杀死了之后 咱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就避免它再次的繁殖 是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还是马桶冲掉 还是用火烧之后再把它扔掉 来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小样 您敢处理这个死蟑螂吗 差点有人我是绝对不上手 都害怕 但实在不行的话 就拿一大堆纸 垫着 扔到马桶里 赶快一按 走吧 眼不见 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蟑螂 然后这样 按住 这样黏黏黏 扔个 是吗 你怎么做周勇 你把它扫着扫着 然后放马桶里就冲了 冲了 为什么用冲的方法 您俩都用冲的方法 因为它这个地上已经毒死了呀 所以我就把它冲了呀 眼不见没劲 是吗 好那咱们看看大家会怎么做啊 大家的选择是 超过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火烧之后再扔掉 谁在身后当中是这么做的 举手示意我一下 这边的观众谁是这么做的 64号的观众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要不是把它烧了的话 它那个 它铲的那个籽 然后它就还能火 不管蒸到哪 它都能火 主要就是蟑螂 就是母蟑螂可能死了 但它里边的那个 对 我们说蟑螂宝宝 没错 还活着是吗 对 用这种火烧的方法 您在家是怎么烧的呀 我们就是上外头 然后就说把它捏 捏成一团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 给它烧完了 再扔垃圾桶里 蟑螂也得火葬啊 好 那咱们看看专家推荐 给您的方法 是不是要火烧之后 再扔掉 答案是 没错 这种方法 是专家推荐的方法 为什么一定的火烧 是像刚才阿姨提到 烧才能把这个软烧死 我觉得刚才阿姨 说得非常正确 说明它这个知识点 掌握得非常好 就为什么要烧掉 其实蟑螂呢 就不是说蟑螂的尸体 有什么危害 其实最主要的 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就是蟑螂那个软夹 那么我们做检验呢 就其中发现 蟑螂在死之前 往往它只要有一丝 最后的力气 它就要把它的软夹铲下来 而我们面对一堆蟑螂的时候 你可能也辨别不了 哪个是软夹 哪个是蟑螂那个沉着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把它包完以后 比如说用豹子包完以后 点上火 在盆里面烧掉以后 再给它 扔到垃圾桶里面 那么千万不要呢 把蟑螂的这个尸体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 或者直接扔到外面 不管 那么这样的卵夹呢 很可能就再又继续孵化 我们刚才说了 它一个卵夹里面 有40到50只小蟑螂 这么一出来 又是50只小蟑螂 又出来了 哦 那它俩都用那个 直接冲马虎的方法 冲马虎 或者淹子 它不是一样吗 是这样的 一般卵夹呢 它在水里面 也淹不实了蟑螂 蟑螂的那个 在水里面 或者漂流到别的部位 它还可以孵化出来 它还会沉水 难道 比如说蟑螂的沉虫孵化出来 蟑螂它会游泳 蟑螂不怕水 所以蟑螂为什么可以 在水池里面 下水道里面 蟑螂的这个水性也比较好 哦 就蟑螂不怕水 但它怕火 那拿一盆 然后拿报纸一兜一烧 点完以后烧了以后 烧多长时间啊 主要是要把软夹 把它烧焦了就行 但是另外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 就是咱们看 在什么样的时间 拿来杀蟑螂 效果会更好一些 看下面这个问题 什么时间灭蟑螂的效果 是最好的呢 难道这个还和时间有关系 是的 是早上 下午还是晚上 现场一百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周荣以前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还分时间段呢 这我没考虑过 我就是一般选的是早晨 那我们看看大家会怎么选择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晚上 为什么选择的是晚上 哪位观众 哪位观众选择的是晚上 62号观众来说说 您为什么选晚上呢 因为晚上蟑螂都出来了 所以说在晚上灭蟑螂是最好 您家那蟑螂白天都出来呀 白天少 特别少 晚年出的多 能不能把您家那蟑螂 寄我们家一居 我们家那白天他也溜的 那好 等一下广告上专家来告诉您 真要是杀蟑螂的话 哪一个时间点是最好的 可以请中小杀 无限期提示天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夏天没人能逃过蚊子的骚扰 蚊子咬人 为什么还用选择 到底哪些人吸引蚊子 著名病媒专家做客健康之路 教您打赢 防蚊这一张 请请关注 欢迎大家回来 你看刚才一问到时间 满小样都懵了 这杀蟑螂还分时间吗 这个时间也是挺关键的 那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杀蟑螂效果最好 这个晚上怎么着 蟑螂就开始出的活动了 那么之所以说晚上呢 这个如果要杀灭蟑螂的话呢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因为蟑螂是个夜行动 它主要是晚上出来活动 比如说 就是说它是晚上上班 白天睡觉 大概蟑螂呢 那种小蟑螂 大概是75%的时间都在窝里面 它一直要到晚上 8点钟以后才开始出来 那大概到10点12点的时候 开始进入它的活动的高峰 到了凌晨4点 它又回窝里面睡觉 所以它这么一个 跟我们人的那个座席时间 刚好相反 所以呢就是如果 在晚上处理蟑螂的话 应该说效果是最佳的 如果说刚才您说的白天 你都能见到蟑螂了 那说明你家里的蟑螂的密度 已经很高了 蟑螂严格说一般 只有晚上出来 白天很少出来溜达 我们不信我 我们家人上有市场 都是 闭湯 大人 三 Dragon 我们家最欧 《 organizing was 我们家人下 Dragon